准备去视频打拼一下 年轻人寻求自己的事业发展 是好事 我支持 但是我不希望 你是因为江林和我们 才离开的 辞职是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其实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 是我自己一直没有决定好 最近这个想法特别强烈 我害怕再不决定的话 这种想法又会被慢慢磨灭了 我理解 但是你应该跟你妈和青山商量一下 我没告诉他们 也是害怕他们动摇我的决心 我来告诉你 也是希望能够 替我跟他们说一下 另外 我也不准备 跟青山人告别了 您知道我要走就好了 希望您可以理解 跟你妈也不道别了 我其实 特别害怕这种道别的场面 这次我想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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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边看我的游戏 这次我想轻装上阵 大家可以做到 这次我从你的震撼下 我们的极限 複数机 又有点 bitterness 我干什么呀 起来 干什么呀 起 你干什么 走 这个多少钱 这个三十块钱 你要不要进来试一试 太贵了 那我再看看 谢谢你啊 妈 儿子来了 我来吧 你回去吧 钱再点啊 我去啊 不要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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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来 我来 喂 找你可太不容易了 你 这儿干嘛呢 进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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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说你这环境真的不怎么样 多谢啊 习惯就好了 对不起啊 是我把你逼过来的 想什么呢 我当时本来是做好的南下船长打算 这个事都堆一块儿 我这次来呢是有任务的 一来呢 是替爸妈看看你 二来 想劝你回去 欧阳红还在家等你呢 咱们还是兄弟 绝过 他们俩只能是兄弟还能是什么 你就真不回去了 霾骨岂须丧子弟 人生到处有青霞 这就是我现在的心境 东西南北中 发财到广东 好男儿志在四方 对吧 这点我真的得跟你学习 反正怎么说 我佩服你 你有什么困难呢 尽管跟我说 我不一定能帮得上你 但我努力 好吧 这就是盛太爷教的那句话 狗富贵 五相望 是吧 还有一句话 放福若有光 你那不够久你 我忘了跟你说 秀才爷爷呢 已经下回归去了 所以这一杯 我们敬秀才爷爷 大姐还好吧 大姐啊 我 大姐现在可是桃花泛滥啊 先是号称一枝花的 名诞男爵 疯狂痴情大姐 再是之前跟我们打篮球 那个小黑打赌那个 你记得吗 非要跟大姐搞什么姐弟恋 直接登门拜访岳父母 把柳碧云跟姜丁华同志 吓得够呛 这么热闹啊 还要更热闹的呢 小黑自编自导的一出订婚宴 刚出家门咔嚓一声 退车了 被警察给带走了 而且上车之前呢 还一直说 误会啊 你要等我 等我回来 咋回事啊 其实就是小黑带了一帮朋友 开了一家皮包公司 诈骗了个 四川国营企业 三十多万的货 最近不是严打吗 就给他抓走了 反正 爸现在也不太张罗 这给大姐再找什么 相信对象啊 王改缝 前不久呢 刚敲诈完爸妈八千块钱 买了套新房 他敲诈了妈八千块钱 妈敲诈了我两千块钱 幸好你不在家 你要在家的话 你也跑不了 我们家女人可都太厉害了 真的比不了 李姐和季峰呢 结婚了吗 没结婚 他俩势必是要将爱情进行到底 打算一直都不结婚 现在正甜蜜的呢 季峰把北京那套房子给卖了 给二姐买了辆车 我又被敲诈了两千块钱 我钱没挣多少 全被敲诈完了 所以这一杯 这一杯 我祝财神爷 帮有你吧 财神爷同样帮有你 财神爷同样帮有你 我祝财神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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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祝财神爷